建築造型独特 总是吸引波禄客的目光 位于台北市大直的五角船板 曾入选知名旅游频道 全球怪餐厅 待在三月底 却将走入历史 把很多女人穿插在这个建筑里面 很多的木雕 还有就是铁雕 这套餐厅建筑特色 创办人谢丽湘 语气难言不舍 决定不适约的她 就是为了专心 往自己的艺术路前进 这个水洗阶段 已经该要结束了 我会把它送掉 然后脉开脚步 冲向另外一个艺术领域里面 五角船板创立于2001年 曾在台南嘉义台中等地设店 最风光时 在全台有六间分店 单店营业额超过一千七百万 但近年来分店陆史收摊 台北店是经营最久的一家店 2006年开幕 建筑特色是由上百位女人艺术品组成 一起走过十一个年头 三月底席登只剩下四天 老员工们好不舍 没办法因为就是 大家都是很不舍 很不舍嘛 因为五年 他也经历了 跟一些外场服务生 都经历了很多 谢立昌说地主已经租给健身房 未来建筑外观不会拆除 但内部空间会做一些调整 不过五角船板即将洗灯 也让不少顾客感叹 台北的特色建筑餐厅又少一间 借李永永乐坊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